給你一個經驗 我本身的經驗 因為我常年在大陸 在大陸也差不多十年 那我剛過去大陸兩三年期間已經變了 那就長期就在醫院 那我從沙拉陸回來 因為我在大陸很多洗腳店 賠你的四五十塊就是一個小時 那時候我回來 那我去陪我媽媽直接 有一天我就端了一盆熱水 然後叫她坐在窗裡 什麼意思 我一開始跟她洗腳 她真的笑得很開心 那一種笑容我是很久沒有看過那種笑容 所以我奉勸各位 只要有機會 可以幫你自己 真的端一盆熱水跟她洗腳 她真的會很開心 等到你想要幫父母去洗腳的時候 已經用到你機會的時候 你身體會覺得什麼 你說我覺得那個就是東方人比較保守 對父母那種愛是說不出來的 其實連一個擁抱 你都會覺得好像很快 很容易去做的 好 因為她生病了 你可以幫她戶到窗裡 跟她稍微按摩一下 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的問題 就我在來之前 我就一直在想說 明明就我家裡有一趟阿嬤 就為什麼我去服務她 為什麼要服務別人 對 那經過你這一次感受 可能回去你就會把她做 是不是 就像她要教育我一樣 現在是沒有兩個人 現在是沒有兩個人在打架對不對 我覺得還好 就是我還是會幫 因為我還是 我並沒有說都不理我阿嬤 我就是還是非常盡心盡力去問我阿嬤 我覺得這好像是兩魂之四 就是一個是你的家人 一個是別人 這樣子 其實我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可以去感受 你可能會要 你用到那個很知足 我說一說就好 很知足 真的 你就覺得 像他們生病 我覺得人生病什麼都不可怕 但是像他們那些就是 病了 但是不可能好 永遠不會好 那才覺得你會很痛心 那我們有很健康的 這樣的身體 我覺得要很欺負 是不是 真的就是 其實我年紀慢慢大了 我會慢慢在 稍微把自己悠著點 慢慢在學習 真的 我覺得蠻好 可是關於你們問題我想過 可是我想的倒是跟他們都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他們跟外面的人是一樣的 外面的人 就是跟躺在那邊的遊民或者是 不管是裡面或者是外面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那個時候有覺得說 我剛剛有分享過就是 我覺得那個 他們的狀況是比我想像中來得好 可是我一開始把他們想得太壞了 他們有那樣的關係 我已經覺得已經非常好了 我剛剛有講話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聽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看到外面他們那個情形 我以為他們應該是想那個樣子 只是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公平的一點是 其實人生沒有所謂的公平跟不公平 是這樣嗎? 嗯 只要滿足跟不滿足 你只要不滿足你會覺得是公平的 然後其實如果說你願意看穿的話 就是其實我們很多小孩子來跟我們要啊 其實你會覺得他們一直在這裡要你 可是他們可能有可能是少了那一塊錢 他們可能這一餐就不溫飽 可是那一塊錢用我們來講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重要或其他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我是因為花錢 為什麼要花得這麼的開放或什麼 其實我不太會殺價 因為我覺得那個價錢是我可以 而且我覺得我的能力放在之內 可以去負擔這樣子的價格 所以其實我不太會去殺 因為我覺得不管你是拚我或什麼也好 就是至少你可以因為這樣子的錢 然後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 我覺得那也是ok的 至少這是我負擔的錢 而且我覺得是可以cover的價格 你剛剛講到就是給他們我那個 我有發現自己就是很奇怪 因為平常像我們走公車到雪海蝦蛋的路上 是都有很多小孩子旁來嗎? 然後我發現就 我就很害怕小孩子在纏我 因為就很煩啊 然後就不少人要不要給他們 然後給雷哥一直圍過來 而且你給雷哥他會一直來咬 可是在Ashada裡面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今天我也是拿到那個Jeson 給我那一蛋糖 然後我就帶到那個兒童房那邊 然後也是一開始是 不是故意的 結果就給一個小孩子看到 然後他就要 然後我想說那也沒有什麼就給他 然後就有很多小孩子都有過來 然後就一個給一個 這樣其實也沒有什麼 可是我就想到說 為什麼在裡面小孩子跟我們要我就給他 或者是說 你發完了嗎? 沒有發完了 那你就明天開始路上可以給 對 但是那種感覺 你知道我想要講的是 就是心裡面那種感覺 就是你外面是一種感覺 裡面是一種感覺 因為就一踏氣那個Ashada的大母 就突然覺得 這是一個寧靜和靜的世界 然後好像這裡面都是非常的善良這樣 然後人家可以要什麼東西 然後就給他 然後就是是一個很平和的世界 可是在外面就好像不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什麼 比如說擔心被騙啊 或者是說擔心就是被彎沒了之類的 其實有時候是保護的機制吧 也不能全部 對啊 可是這樣就 你看我也不希望給了一個 之後然後後面拖了十幾個小孩子 要一起 對啊 可是他們一樣是少孩子 其實那個時候發娃娃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 就是他娃娃的時候 其實是被個小朋友講 或是跟他說 其實我要給外面小孩也無不可 因為其實那個就是捐來要拿來 可是你會 就是給誰都是ok的 那個對我來講 就是擔心後來的結果 就是像剛好kitty那個就是 沿路一直慘啊 他要多藥啊 他因為要多藥啊 他這會不夠錢 其實他也不會對你怎樣 他能對你怎樣 那可能我想的會比較壞發 不過其實這也沒什麼事 通常小孩子就會覺得說 我就不想要說 你來搶我就給你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對小孩子也不好 他就會覺得說 我要我就搶 只要我搶你就會給我 或只要我搶你一點 我去拿到 不過我覺得最感動 是他最後來謝謝 對 這件事我沒有料到 對 不錯 最後來謝謝 不過剛剛講到 其實他家旦其實還是不一樣 那些小朋友 基本上是被棄的 沒有發家庭的 或者有身心障礙的 你外面那些小孩是正常的 大部分 大部分 是遊民 他是遊民的小朋友 他那個基本上有家裡 他會比較有手段吧 可能他需要帶裡面的小孩子 就會比較單純 可以這麼說 他因為等於是被收容的啦 那外面遊民是因為媽媽很多 就是等於也就是跟著在要飯 可以自立更生這樣 其實他們也是求生團 也是 也是 繼續嗎 你要繼續講嗎 我想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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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來到就是 跟自己 就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情形 然後我今天需要的是 就是珍惜我 就是今天 是跟小朋友還要在一起玩 然後我今天就是一直會的那個 就是 只有一隻手的小朋友 然後我其實我前半小時就肯定開始累 因為 我大概把他變像我們操場一樣 跑了十幾次 然後我開始覺得有點厭煩 就是覺得 我到底要跑到手 可是他真的一直很開心 然後後來 他們就到了遊戲間裡 就是在那邊玩球果然過去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 很厲害就是不怕痛 也不怕摔 就是大概就是褲衣褲 可是沒人理他以後 他又自己會爬起來 然後就覺得說 自己就是 就是 嗯 怎麼說 可以從大老遠的台灣 然後跑到這裡來 還蠻 還就是真的要 知足 就是 就是像他們自己說 就是我們有健全的身體 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 就是 其實就是 因為在跑 這些 就是 重複做這些事以後 我就覺得說 就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就是我們就是 一直重複這樣子 然後 像我如果去 我去看了其他的地方 像大人台的那種地方 我覺得 就是他們大概就是 就是 感覺 很空洞吧 對 然後 我覺得 如果 而且像我跟小孩子 今天跟小孩子 我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 我無法感覺 真的感覺到他們想要什麼 就是 溝通上面有點不良 因為 其實他們 跟他講英文 他們可能也不太懂 然後 情緒上面 因為 但是小孩子大部分 都是有一些 可能 事實上有問題 或是 腦性麻痺 所以不知道他的情緒 是不是真的 直接反映出來 或是怎樣 所以無法就是 很直接的 就是 touch到他們 就是 真正的那個 想要 就是他們 到底需要什麼